好,那么这个第四个视频呢,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挑选这个适合自己投资的指数基金 那我们已经了解了呢,这个指数基金的品种啊,但是其中呢,哪些指数呢,指数基金适合去投资,又该怎么去投资呢 那这个呢,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买什么,第二个是怎么买 啊,首先是解决这个买什么的问题啊,那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的指数基金呢,我们不可能全部去投资 啊,而且作为这个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希望能够投资其中一些收益比较好的这么一批指数基金 那这就需要有一种方法呢,来帮助我们挑选出当前值得投资的这个指数基金 那投资这个纸基的思路呢,非常多啊,那么本章呢,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这个,来自这个巴菲特老师啊 叫格雷厄姆的一个这个价值投资理念的一种这个投资方法啊,这也是比较适合这个普通投资者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种价值投资理念呢,来挑选适合投资的这个指数基金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 啊,那我们挑选出这个值得投资的这个指数基金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纸基呢,该怎么买 如何买啊,那么我们在下一个课程呢,会介绍这个最适合普通投资者买卖指数基金的一个方法 啊,叫做这个定投法啊,那么用这个价值投资理念呢,挑选出这个值得投资的指基呢 再用定投的方式去投资他啊,坚持不懈,那这就是我们投资指数基金的一个核心啊 也是这个整个这个课程最重要的一个理念,那首先我们先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理念啊 那价值投资呢,就是value investing,这个也是这个巴菲特一生特别推崇的一个投资方式 呃,这个回想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投资股票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什么都不懂啊 这个开了股票账户之后呢,就是瞎买啊,市场上什么热门,这个隔壁邻居说哪个要涨,我们就买哪个 结果呢,这样的下来的这个投资结果呢,有的是这个亏损,有的盈利啊 但整体来说还是亏的人比较多啊,但是无论是这个亏损还是盈利呢,都说不出来是为什么啊 那就说这个当时呢,我们就意识到这样的投资呢,其实很危险 这个资金少,投的钱要少还不要紧啊,如果是不小心把自己的很积蓄的一大部分投进去了 那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呃,那么这个当时呢,我们就停止了对这个股票的投资啊,停止了对个股的投资 我们开始系统的学习了这个投资的方法论 那该向谁去学习投资的方法论呢 那就跟这个领域里面最牛的人来学习,那就最好啊 这个股票领域里面谁最牛呢,几乎所有的都能说出来一个名字,就是巴菲特 那么他是这个世界富豪榜上的一个长青树啊 可以说他一直是在这个富豪榜上榜上有名啊 呃,而且呢被公认为是这个股神啊 自然是股票投资领域最值得学习的对象 呃,那么市面上有很多关于巴菲特的这个书籍啊 那这个,呃,巴菲特的这个投资理念呢 主要是来自于他的老师叫本杰明·格雷厄姆 那格雷厄姆先生呢有两部著作啊 一部叫做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 还有另外一个叫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那这两本书呢系统的记录了这个他的这个投资理念 那当我第一次读完这个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这个呃,就明白啊 这个说我当时我觉得我找到了最重要的一个投资理念 那么随后呢,这个在我学习实现投资的方向呢 基本都是围绕着格雷厄姆的这个低估值投资理念来的啊 并且在此基础上学习了这个约翰涅夫,约翰伯格等各位这个大师的思路 呃,其中这个,其中这个杰克伯格呢是这个指数基金的发明者啊 他对指数基金的理解呢也给了我们很深的一个启发 呃,他这个杰克伯格对指数基金的这个投资思路呢 在很多地方跟格雷厄姆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那这个低估值价值投资加指数基金 这个组合呢,呃,这个出现了在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脑海里面 那伴随着这个想法呢,我们继续研究 发现这种思路呢,非常适合这个普通投资者 呃,首先这个指数基金的本身就很适合投资者啊 因为这个他呢,就是可以帮你很方便的把你的投资组合分散开来啊 投资这个市场上这个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股票 但是指数基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波动比较大啊 如果我们傻傻的去买呢 也有可能是会在短期之内啊,遭遇大幅亏损的啊 就是身边很多朋友的都是投了这个指数基金啊 刚一买呢,结果不小心就买在了一个高点上 然后后面几个月都是连续亏损的啊 有些人这会心理素质不好的就给卖了啊 他就是这个割肉离场 呃,但是呢 基本上能坚持下来的人呢 后面这个指数怎么着他都会反弹上去的 就是说只要坚持的时间够长这个损失的钱不但能赚回来 还能获得比较可观的长期收益 呃,那如果是这个指数基金配合这个低估值价值投资的这个理念呢 这个投资者就可以在低位的时候呢 从容的投资指数基金啊 这样一来呢 就能大大的降低投资指数基金的风险 投资收益呢 自然也能提高不少 啊,那这里呢 我们再次强调我们所要介绍的理念呢 主要来自两位投资大师 一位是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 他带来了最基本的价值投资理念 第二个呢 就是指数基金的发明者 指数基金之父杰克伯格啊 那他对指数基金投资的理解呢 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格雷厄姆的贡献 那首先呢 这个格雷厄姆作为巴菲特的老师呢 可以说是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 这个理念的引领者啊 那他本人呢 也是美国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啊 他有两部著作 刚才提到的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 那当年巴菲特就是在读了格雷厄姆的著作之后呢 开始对这个价值投资产生了兴趣 后来那个巴菲特成了格雷厄姆的学生 并且在毕业后进入了格雷厄姆的这个公司 开始从事这个投资工作 那格雷厄姆自己的投资也非常这个成功 他同时也是多家美国大型公司的大股东啊 因为他做出的贡献呢 被人们称为现代金融学之父 那他对价值投资呢 总结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分别是第一价格与价值的关系 二能力圈 三安全边际 那么我们首先说这个第一个理论 价格与价值的关系 那他在他的著作这个聪明的投资者中呢 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股票有其内在的价值啊 股票的价格围绕其内在价值上下波动 这个就是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啊 那对此呢巴菲特给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股价呢就像一只跟着主人散步的小狗啊 主人沿着马路前进 小狗呢会围绕着这个主人呢 一会儿跑到主人的前面 一会儿又落后于主人啊 他这个三心二意的 一会儿到路边去闻一闻 一会儿去跟别的狗打打架 但最终呢 这个他整体来讲呢 他这个行走的这个路线呢 是跟这个主人行走的路线是一样的啊 他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主人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小狗也会到达这个目的地 那我们在投资股票的时候呢 经常会发现呢 这个股票的价格呢 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啊 暴涨暴跌 有很大的波动性 然后有时候一天上涨 或者下跌10% 而这个股票背后对应的公司的经营 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吗 会在一天里面会突然营业额 有10%或者20%的这个波动吗 很明显公司的经营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天里出现这么大的波动啊 一家企业它这个长期的运营 长期的经营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说呢 这个股票的价格就像一只小狗 它上窜下跳啊 三心二意 它波动的速度呢 远比这个股票内在的价值 也就是它这个股票背后这家企业的经营的这个波动速度要大的很多 但是呢 虽然股价在短期里面呢 它波动性很大 但是它长期来看 它整个呢 它的这个波动 它的走势还是围绕着这个背后这家企业的这个经营的走势啊 来走的 所以说长期表现呢 它还是会与股票的内在价值是趋于一致的啊 这个价格会围绕着价值去做这种这种波浪运动 但是最终呢 它们还是会走到同一个目的地啊 这就是第一个理论啊 这个股票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 那第二个理论呢 是能力圈啊 这个能力圈理论呢 是要求我们对所投资的品种要非常了解啊 能判断出它大致的这个内在价值是多少啊 而不是热门 什么热门投资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品种的比较了解啊 能判断出它大致的价值是多少呢 差不多就具备了这个品种的能力圈啊 对品种了解的越多 能力圈也就越大 但前提是真的了解这个品种 才算是有了能力圈 那这个巴菲特呢 也有一个对能力圈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 他说对你的这个能力圈来说呢 最重要的不是能力圈的大小 而是你知道自己能力圈的边界所在啊 如果你了解了边界所在 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你大五倍十倍 却不知道他自己边界在哪的人要富有的多啊 那其实这个道理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金刚钻 不要懒那个瓷器活啊 不熟不做 说的就是你这个能力圈的道理 那对于投资来说呢 我们需要能够判断出这个投资品种的价值啊 这才算是具备了能力圈 那这个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呢 也就是帮助大家把指数基金纳入到你的这个能力圈里面 那第三个理论呢 就是安全边际啊 那前面我们提到过呢 股票的价格围绕其内在价值呢 上下去波动啊 如果这个具备了这个能力圈呢 我们就能判断出这个股票的价值 那如果还缺少什么 还缺少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股价的因素啊 那在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这个判断一下 当前股价与股票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 那怎么去判断这种关系呢 打一个比方 如果知道有一只股票 它的内在价值是一元每股 那我们会用两元每股的价格去买它吗 花两块钱去买一个只值一块钱的东西啊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这么去做 所以呢 这个格雷厄姆呢 用一句话非常形象的介绍了这个安全边际 他说 安全边际就是我们要用0.4元 去买一个价值一块钱的东西啊 这就是格雷厄姆总结的这个安全边际的核心啊 套用在投资上就是说呢 我们要用比这个价值更低的价格去买股票啊 也就是去买那些市场上被低估的那些股票 那这个安全边际这个理论呢 是这个格雷厄姆最重要的一个投资思想啊 这个理论贯传他的整个投资生涯啊 帮助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英明的这个投资决策 那当这个股票的价格呢 大幅低于股票的这个内在价值的时候呢 就是他非常合适的时候 被低估的时候啊 那这时候你去投资买这个股票 才具备了安全边际啊 如果我们在价格大幅高于他实际价值的时候买入呢 这个不仅不赚钱啊 反而还有可能亏钱的东西 就相当于你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去买了一个不值那么多钱的东西 那肯定是要亏钱的 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会造成这种亏钱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太会去追热点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家邻居买了什么股票了 他说这个特别好 我呢自己也没做研究 也没做分析 就盲目的去买了啊 这个就很容易导致这个亏钱 这种比较冲动的投资者呢 就是看到别人说什么热门啊 什么涨的好就买什么 他们喜欢去追涨 丝毫不关心买的东西到底值多少啊 就是说你当你去追涨的时候呢 你很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你会买到一个股价已经被高估的一个股票 他可能这个价格已经远远的超过他实际的价值了 这个格雷厄姆还曾经说过呢 不清楚自己的能力圈又忽视了安全边际 这个就是投资者亏损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格雷厄姆对价值投资的贡献 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啊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但长期看是趋于一致的 二 能力圈 只有具备了能力圈 我们才能判断出股票的价值 三 安全边际 只有当价格大幅低于价值的时候 我们才会买入 那明白了格雷厄姆总结的三点 关于这个价值投资的理论呢 我们也就明白了到底什么是价值投资啊 也就能判断出大概的这个价值是多少啊 然后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 再去买入这个股票 那我们投资这个指数基金的时候呢 无论是定投啊 还是一次性的去买入啊 都是遵循同样的道理啊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呢 就是判断出这个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啊 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去投资 但是怎么知道指数基金的价格是不是低于价值呢 啊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估这种估值指标的方法来帮我们进行判断 啊 那这个什么是估值指标呢 这个估值呢 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呢去评估这个资产的价值啊 例如从这个资产盈利的角度啊 从资产价值的角度等等 那我们投资的呢 主要是这个股票型的指数基金 就需要了解的股票的这种常见估值啊 那最早期的这个股票呢 是没有估值的 大家买卖股票的方式就是直接讨价还价啊 价格砍到多少就算多少 后来随着人们对股票的这个研究深入呢 各种这种估值的方法呢 也逐渐开始出现啊 用于用来辅助这个投资 那这些估值指标呢 出现了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啊 已经是被无数的这个投资大师们反复所使用过的 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啊 这个熟悉他们的优点和他们的局限 才能更好的为我们自己所用 那最常用的这个估值指标有哪些呢 主要是四个啊 市盈率 盈利收益率 市净率和股息率 那首先说市盈率 市盈率大家应该经常听到啊 它是最常用的一个这个股票的这个估值指标 那么市盈率的这个定义呢 是这个公司的市值啊 除以公司的盈利啊 也就叫这个PE啊 其中P呢代表公司的市值啊 E代表公司的盈利啊 英文叫Price to Earning Ratio 市盈率 那么市盈率的这个分母呢 就是公司的这个盈利啊 它的这个利润啊 可以取用这个不同的值啊 从而将这个市盈率细分为这个静态市盈率 滚动市盈率和动态市盈率 那其中这个静态市盈率呢 是取用公司上一年度的净利润 滚动市盈率呢 是取用最近四个季度财报的净利润 而这个动态市盈率呢 是取用预估的这个公司 下一年度的这个净利润 那么最具有参考意义的呢 是静态市盈率和滚动市盈率啊 因为他们是已经通过这个 已经确实发生了的这个历史数据 就是公司这个过去一个年度 或者是最近四个季度的这个净利润 来进行运算的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经常所说的这个市盈率 而这个动态市盈率呢 由于它是预测未来的一个盈利 它是预估公司下一年度的净利润 那与未来的实际情况呢 毕竟会有一些偏差 那这个市盈率背后的信息有哪些呢 首先市盈率呢 反映了我们愿意为这个获取一元的净利润 付出多少代价 比如说这个某一个公司的市盈率是十 就代表我们愿意为这个公司 一元的盈利付出十元 那这个呃 它背后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可以用来估算市值 那如果一个公司呢 一年赚了这个一百亿元的净利润 然后它的市盈率呢 是十 那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 它的市值呢 就是这个一百乘以十 就是一千亿元 这是它的市值 那市值呢 代表我们买下这个公司啊 理论上需要的这个资金量啊 就是说这个很少有公司的盈利呢 会在一年的时间里大幅波动啊 但是公司的市值呢 可以在牛市的时候大幅上涨啊 在熊市的时候呢 大幅下跌 原因就在于这个市盈率估值的大幅波动 那牛市呢 推高了这个投资者对这个单位盈利的这个估值 那这个市盈率的这个适用范围呢 呃 就是它的它的适用范围有这个流动性好啊 和这个盈利稳定的品种啊 这些品种是比较适用用这个市盈率来这个考量的 那市盈率呢 一般包含两个变量啊 市值和盈利 所以应用这个市盈率的前提呢 是有两个 一个呢 是这个流通性好啊 能够以这个市价成交 呃 这个二呢 是这个呃 呃 盈利稳定 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啊 那首先流通性好 这是很关键 但是经常被忽视的因素 那市场上呢 这个某些很小的股票呢 市盈率有好几百倍啊 其实这类高破泡沫的这个股票呢 市盈率已经失去了参考意义啊 那太高了 已经这个远离实际了 因为这类股票的流通性不好啊 只需要很少的资金去买卖 就会导致这种暴涨暴跌 那流通性越不好的股票呢 市盈率就越没有参考价值啊 这是因为当你想这个 以这个市盈率去进行投资的时候呢 你的投资行为就会极大的影响市价 形成一种这种反馈的效应 例如中国香港呢 有很多这个日成交量不足千元的股票啊 市盈率甚至只有这个0.1不到啊 但从这个估值的角度去看呢 低到不能再低了啊 但是当你要去投资的时候 就会发现呢 如果想要买到这个股票 你的出价可能要比上一个成交价高好多 才能买到啊 所以这个流动性越不好呢 这个现象越明显 那A股的很多小股票呢 也有这样的效果 你几万元就可以把这个股票打到涨停板 或者是跌停板 那这种情况下 估值指标真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呃 有比较合理的流动性呢 是应用一切估值指标的前提啊 一般能够进入护身300 中正500之类指数的股票呢 他们的流动性都没有什么问题 呃 第二呢 这个市盈率的第二个前提呢 是盈利稳定啊 这个盈利稳定的公司呢 才适用于用这个市盈率去估算它的价值 那有的行业的盈利并不稳定啊 不适用这个市盈率 例如有这个市盈率陷阱的这个没落行业和周期行业啊 有的行业的处于成长期或者亏损期 也不都也不适合用这个市盈率去考量 那有的行业的市盈率很低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行业呢 已经进入了下行周期啊 盈利在不断减少 从PE这个角度呢 盈利E不断减少 市盈率PE呢 就会逐渐变大 因为E是在这个分母上啊 分母越小 这个整个这个分数越大 就不再被低估啊 这就是一个市盈率的陷阱 那这个周期行业呢 也不太适用于用这个市盈率去考量 例如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证券行业啊 在牛市的时候呢 利润暴涨数倍 原本40到60的这个市盈率 瞬间变成了一个个位数 那从市盈率的角度看来呢 好像是很低估 但实际上这只是暂时的 景气周期一过 行业的利润就会骤减啊 市盈率从个位数又变成了几十 那周期性的行业呢 有很多啊 例如这个 呃 钢铁啊 煤炭 证券 航空 航运等等 基本提供同质化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呢 都具备比较明显的这种周期性 并不适合用这个市盈率来估值 那再者呢 很明显就是亏损股无法使用市盈率这个指标来进行估值啊 因为这个正处于高速成长期的这个股票啊 公司的盈利大部分的需要再用于这个再投入这个扩大规模 所以盈利呢 呃 会被人为的调整啊 并不能稳定啊 这个啊 因此也不适合于用这个市盈率来估值 就总的来说呢 流动性好 盈利稳定的这个股票品种呢 是适合用市盈率这个指标来给它估值的啊 那宽基指数基金呢 大多都可以与这两点呢 就是说比较符合啊 因为宽基指数基金包含的一般都是各个行业里面的龙头企业 所以使用市盈率呢 为这个宽基指数基金来估值 是非常可行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盈利收益率 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是这个市盈率的一个变种啊 市盈率呢 是公司市值除以盈利啊 而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则是用公司的盈利啊 除以这个公司的市值啊 也就是啊 盈利收益率等于E除以P啊 它是这个反过来的 刚才那个市盈率是P除以E啊 这个就是E除以P啊 换句话说呢 盈利收益率呢 也约等于市盈率的倒数啊 比如说如果一个市盈率呢 是8这个股票 那它的盈利收益率呢 就是呃 12.5% 就是1%啊 那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是格雅厄姆常用的一个估值指标 它所代表的意义呢 就是说假如我们把一家公司全部买下来 那这家公司一年的总盈利能够带给我们的收益率 就是盈利收益率啊 那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假设你一个公司的盈利是1亿元啊 那公司的市值规模是8亿元啊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公司整个买下来呢 我们就要花它市值的价格 8亿元把它整个买下来 那这个8亿元花出去了 把公司买回来了 啊 那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就是这个每年的这个1亿元除以8亿元 也就是12.5% 等于每年他给你1亿元的一个回报 相当于你这个投资回报率是12.5% 呃 那这个就是呃 盈利收益率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啊 那一般来说呢 盈利收益率越高啊 代表公司的估值就越低啊 公司越有可能被低估啊 那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也是有适用条件的啊 市盈率所要求的流通性好 盈利稳定 这这两个这两个要求呢 也同样是体现在盈利收益率上面 那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市净率啊 市净率指的是每股的股价 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账面价值 市净率的定义呢 是p除以b啊 这个市盈率的英文也叫pb ratio 叫price to book ratio 其中这个p呢 代表price是公司的这个市值 股价的这个股票的价格 b呢代表公司的净资产啊 这个book代表的公司的净资产 就是net asset 那净资产呢 通俗来讲呢 就是资产减去负债啊 它代表的是全体股东 共同享有的权益啊 那具体的计算呢 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都有 那净资产这个财务指标呢 比这个盈利更加稳定啊 而且大多数公司的净资产 都是稳定增加的 可以计算出市净率 那这个影响市净率的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这个企业运作资产的效率 就是这个ROE return on equity 那说到市净率呢 就不得不说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ROE ROE呢 等于这个净利润除以净资产啊 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呢 这个资产本身是企业运营的素材啊 所以企业需要运作资产 并由此产生收益 这个资产才有价值 那同样的资产呢 有的企业可以运作它产生更高的收益 有更高的这个资产运作效率 那衡量资产运作效率的这个重要指标呢 就是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ROE相当于你单位资产能给你带来的回报是多少 那呃 我们认为呢 这个ROE呢 是企业所有经营指标中最关键的一个 巴菲特的这个老搭档查理芒格啊 曾经说过 呃 从长期来看呢 一只股票的回报率 与企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一家企业呢 40年来的这个盈利一直是资本的6% 也就说ROE等于6% 那40年后你的年均收益率 不会和6%有什么区别啊 即使你当初买的是便宜货啊 低低估值的股票啊 如果这个企业在20到30年的盈利 都是这个资本的18% 即使你当初出价比较高 这个回报仍然会让你满意 那么这个ROE越高的企业呢 资产运作的效率越高 它的试净率呢 自然也就越高啊 呃 那第二个这个因素呢 是这个资产的价值稳定性啊 那个资产的种类呢 是多种多样的啊 有的资产能够随着时间增值 有些呢 则会随着时间贬值啊 例如这个贵州茅台 呃 正在酿造中的白酒 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增值啊 但是比如说 你像这个英特尔公司生产电脑芯片 如果没有及时销售 随着科技的更新换代呢 它会迅速的贬值 所以这个资产的这个价值呢 越稳定这个试净率的有效性就越高啊 这个第二个因素是无形资产 那一般传统企业呢 净资产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形资产啊 比如说你的地皮 你的厂房 你的原材料等等 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 他们的价格价值呢 也比较容易衡量 但是也有很多资产的是无形资产啊 是很难衡量这个价值的 比如说你这个企业的品牌 你的声誉啊 你这个企业里面的人才啊 你企业里面所所这个拥有的专利 企业的这些渠道上和这个供应商上下游的影响力 你在行业里的话语权等等 这些东西呢 是无形的 是很难去衡量的 那如果一个企业主要靠这个无形资产来经营啊 比如像一些律师事务所啊 广告公司啊 包括互联网公司的话呢 那他这个试净率就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了啊 呃 那第第四个因素呢 就是啊 负债大增或亏损 那么净资产呢 是公司的这个资产减去负债啊 他是净资产 如果公司的这个负债不稳定 极有可能会干扰到净资产的计算啊 如果公司出现亏损 可能也会侵蚀更多的资产 导致这个净资产减少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当企业的资产大多数比较容 大多数是这个比较容易衡量价值的有形资产的时候 并且是长期保值的这种资产的时候 比如说房地产 那他就比较适合用市净率来估值啊 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强周期性行业的这个指数基金 他们的盈利不稳定 或者盈利成这个周期性变化啊 所以因此这个市盈率和盈利收益率都无法用在他们上面 但是可以用市净率来估算啊 比如证券 航空 航运 能源这些行业呢 都非常适合用这个市净率来估算它的这个价值 那另外呢 还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时间段啊 会遇到一些短期的这个经济危机 原本这个盈利稳定的这个宽基指数基金呢 会在短期内突然盈利不稳定啊 这个也可以用市净率来辅助估值 比如08到09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 美股的盈利就出现过短期的大幅下滑啊 这种下滑呢 是不会长期持续的 但确实会影响用这个市盈率来估算啊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市净率来辅助估值 好那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股息率啊 这个股息呢就是dividend啊 是这个投资者在不减少他所持有的这个股权这个资产的前提下呢 仍然可以直接分享企业业绩增长的一个最佳方式啊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有些股票是会分红的啊 那如果呢我们呃用过去一年呢公司的这个现金分红 除以这个公司的市值啊得到的就是这个股息率啊 那股息率呢衡量的呢就是现金分红的这个收益率 那这个每年的这个现金分红从哪里来呢 这个主要就是来自这个企业的这个盈利啊 那这个企业每年赚到的这个呃盈利呢呃这个会拿出一部分啊 以现金分红的形式呢回馈给这个股东 那么这个股息率和分红率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股息率分红率这两个概念啊看似很像 但实际上呢是有一些区别的 分红率呢也叫做派息率或者是分红比例 那简单来说呢股息率是企业过去一年的现金派息额 除以公司的这个总市值啊 而这个分红率呢是企业过去一年的现金派息额 除以公司的总净利润 那这两个比例呢分子一样都是过去一年的现金派息额 但是呢分母的话呢股息率的分母呢是这个公司的市值啊 这个分红率的分母呢是公司当年的净利润啊 那分红率呢一般是公司预先就设置好了啊 而且呢连续多年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比如说工商银行他2016年的净利润是2791亿元 那这个2016年现金分红是835亿元 那分红率呢也就是这个835除以2791啊等于30% 也就会相当于是拿去拿出了这个过去一年这个净利润的30啊 来这个以现金的形式派息 而这个股息率呢则会随着这个股价波动啊 股价越低股息率就越高啊 那这个股息率呢和这个盈利收益率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股息率呢等于股息除以市值啊 这个而这个盈利收益率呢等于这个盈利除以市值 分红率呢等于股息除以盈利 所以股息率就等于盈利收益率乘以分红率啊 那分红率往往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变 所以对同一个指数来说呢 往往是这个盈利收益率高的时候呢 也就是这个股息率高的时候啊 这就是盈利收益率与和股息率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股息有什么用呢 作为这个普通的这个二级市场的股东呢 我们买入股票呢是享受不到很多的权利的啊 巴菲特呢可以用巨额资金把整个企业买下来啊 例如巴菲特用2500万美元买下了这个喜事糖果啊 当年这个喜事糖果的净利润是208万美元 作为公司的实际掌控者呢 巴菲特可以自由抉择这208万的净利润是用来再投资还是花掉 但是普通投资者我们买了这个公司股票 我们是不可能去插手这个公司的这个净利润的啊 那即使公司的净利润呢高速增长 但是如果二级市场的这个股价呢不上涨 散户还是无法享受到这个公司业绩上涨所带来的好处 然而这个股息呢则可以将公司这个净利润增长 映射到这个投资者的现金收益上面啊 这个股息呢是净利润的一部分 净利润上涨也会带动这个股息长期的上涨 那么你无需出售手里的股票啊 你就拿着这个股票你可以长期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现金流啊 就是股息每年给你的分红 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这个呃 我们这个国家分享国有上市公司收益的一个方法啊 比如说国内的上市银行大股东大多为证金公司啊 财政部发改委啊 他们要保证这个上市银行的国有控股啊 那手里的股票呢很少会出售 那这种情况下呢享受收益的方式呢 就是提高公司的分红率啊 从每年的这个利润里面 获得这个高额的股息 那股息呢是一个既能长期持有这个股权资产啊 又同时能享受现金流收益的一个好方法 那么通过长时间持有高股息的这个股票资产组合呢 你可以无需关你可以无需去关注这个股票的股价的涨跌 你可以通过收获越来越高的这个现金分红来轻松实现这个财务自由啊 相当于就等于是你你每年啊都从这些公司这块收房租啊 你是房东这个感觉 那这个呢是长期投资股票类资产最好的一个收益方式啊 我们再也无需为波动的这个股价而忐忑不安了 只要每年收取稳定增长的现金分红就够了 那时间越长呢分红在我们的这个股票投资中的收益占比就越大啊 这个美国著名的金融学家希格尔教授呢曾经在他的著作《股市长线法宝》中做过研究 希格尔呢对标普500指数 从1871年到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啊进行回测 发现股息分红是整个时期内股东收益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从1871年开始呢这个股票实际的收益率是6.48%啊股息分红收益4.4% 资本利得收益为1.99% 所以投资指数基金的时候呢股息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再来回测一下这个四个重要的这个估值指标啊 第一个呢是市盈率啊 他是用公司市值除以公司盈利 第二个呢是盈利收益率啊 他差不多是这个市盈率的倒数啊 用来用盈利来除以市值 他衡量的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公司全部买下来啊 每年盈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啊 那第三个呢是市净率 他是用公司市值除以净资产啊 是从这个买资产的角度来衡量公司的 那第四个呢是股息率 他是用现金分红除以公司市值啊 股息率和盈利收益率关系很紧密啊 盈利收益率除以分红率就等于股息率 那么这个指数的估值啊 需要怎么去查呢 呃市盈率市净率股息率呢等等 都是这种股票比较常用的一些指标 那么投资个股的时候呢 这些数据基本在股票交易软件上都有啊 所以查起来呢非常的方便 那这些股指对于指数基金的投资有用吗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那指数基金呢包括一篮子股票啊 他可以把背后股票的这个盈利 净资产股息等数据求出一个平均值 从而计算出这个指数基金的估值指标 比如说上证50指数的市盈率呢 就是把上证50指数背后所有公司的总市值先求和 再把所有公司的总盈利求和 那总市值之和呢除以这个总盈利之和呢 这就是上证50指数的市盈率了啊 那这个指数基金呢是可以计算出这些估值的 但是普通的股票基金呢就无法去计算这些估值啊 普通的股票基金虽然也有股票 但是具体投资哪些品种啊 以及投资多少都是由基金经理来决定 那基金经理一般并不会把自己的这个投资计划去做一个实时的公布 这就导致呢我们无从得知当前的这个股票基金里啊 持有哪些股票啊 一般基金呢每个季度会公布他这个前十大持仓啊 也就是说他这个持仓的这个股票里面前十大是哪几个 但这个呢也只是一部分的股票啊 他可能持有了几百只股票 那自然呢我们也就无法去计算这个基金整体的这个估值指标了 那指数基金呢是按照指数这个选股规则来挑选股票的 所以呢只要知道指数的这个规则背后的规则是什么呢 他持有什么样的股票 持有多少就可以大致计算出来这一支基金的这个估值指标 所以股票基金里面呢只有指数基金是可以计算出这些估值指标的 那么指数基金的估值指标该如何获得呢 我们不需要去手动计算这里面所有的股票啊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那么这里呢有几种可以获得这个指数基金估值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呃就是有一些关注指数基金投资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啊 他提供了这种相关数据的查询 那么这个指数的估值的查找呢并不容易啊 所以呢我们将这个各个指数的这个估值数据进行了汇总啊 呃我们选择是在每个交易日的晚上啊 去公布当天收盘后各个指数基金的市盈率市净率等估值啊 那么这个啊 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说啊这个针对每某一个每一个基金呢 会把他的盈利收益率市盈率市净率股息率ROE啊等等进行一个展示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去这个指数的官网啊 啊这个像上证指数啊 啊这个上证180上证50上证380护身300 深证成指深证100R中小板指红利指数中正红利等等 这些常见的宽级指数的这个适应率市净率在中正指数的官网上都可以查看啊 这个数据是每个交易日进行一个更新 另外在中国香港的这个恒生指数和恒生国企指数的估值呢 在恒生指数的官网上也可以查询到 呃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利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金融终端啊 一些付费的这个金融终端呢 他的一个数据来说呢就是更加齐全啊 因为他是给这种交易和这个查询股票行情来做的啊 他有丰富的数据 比如说wind万德还有choice等等这些金融终端都可以 但是这些金融终端呢大多他都是有一个价格的 而且这个价格一般比较高啊 如果不是真的想致力于就深入去研究这个指数基金的话呢 其实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大可不必去买这些金融终端了啊 啊那么以上的就是指数估值的几个查询方法 那最便捷的方式呢是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定投十年赚十倍啊 他可以自动呢给你每天在你的微信里面发这个每日估值的推送啊 也就无需你在手动去一一查找了 那呃到此为止呢我们明白了这个估值的意思啊 也明白了如何查找估值 那我们又该如何使用这些估值指标 找到价格低于价值的指数基金呢 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这个环节里面来进行介绍 呃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两个大师们使用的这个估值策略啊 一个是格雷厄姆先生使用的这个盈利收益率法 另一个是伯格使用的伯格公事法 那首先什么是盈利收益率法 那盈利收益率这个指标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 经过对全世界各个国家股市的这个历史数据进行观察呢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指数基金呢 呃假如选择在这个盈利收益率高的时候开始定投 长期收益的话呢就会相当的不错 反之如果你在盈利收益率比较低的时候 开始定投这个指数基金呢 你长期的收益率就会很一般啊 那么这个结论就是说呢 我们要在盈利收益率高的时候开始定投这支基金啊 在盈利收益率低的时候呢 停止定投甚至卖出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能赚钱 而不是亏钱啊 这类似于股票的这个呃 低买高卖的这个原则 那盈利收益率到底多高算高 多低算低呢 这里有两个数据可以共参考 一个是10% 一个是6.4% 那这个 源自这个格雷厄姆先生的思想呢 就是他认为啊 满足两个条件就算高 一个是盈利收益率要大于10% 二呢 是这个盈利收益率要大幅高于同期无风险利率啊 无风险利率就是risk free rate啊 那么截至这个2017年的5月底呢 无风险利率可以参考10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啊 大概在3.25%左右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你投一个什么东西是百分百包赚呢 就是肯定你不会赔钱啊 他是没有风险的那就是国债了 国债他是肯定会把这个钱按照这个收益率给你的 那一般就是3.5%左右 那无风险利率的两倍呢 就是3.5%乘以2就是7% 所以在中国呢 这两条规则目前可以合二为一 也就是说 呃当这个指数基金的盈利收益率大于10% 我们就可以开始定投啊 如果这个盈利收益率低于10%呢 这个基金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了吸引力 就应该停止定投啊 对已经定投的份额呢 选择这个持有啊 就是拿在手里不动捂着他 那当一个盈利收益率低于6.4%的时候呢 可以暂停定投 那这个6.4%呢 是来自这个债券基金的一个平均收益啊 国内这个债券基金的长期平均收益率在6.4%左右啊 这个也相当于说是一个比较保本 比较稳健的一种理财的方式啊 所以说以他为基准 那如果这个指数基金的盈利收益率不足6.4%啊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投指数基金呢 那还不如把这个指数基金卖出换成债券基金呢 对吧 你可以无风险的去几乎可以百分百保证你稳赚这6.4%啊 毕竟这个债券基金更加稳定风险更小 所以呢我们应该在指数基金的盈利收益率不足6.4%的时候 分批卖出指数基金换成其他稳健的品种啊 那总结一下呢就是说 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国内利率和基金的收益水平情况下呢 我们使用盈利收益率来定投指数基金的策略就是 当这个盈利收益率大于10%的时候分批投资啊 盈利收益率小于10%但是大于6.4%的时候 我们就坚定持有已经买入的这些基金份额捂在手里面不动 当这个盈利收益率小于6.4%的时候呢 我们就分批把这个基金卖出去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分批卖出而不是一次性的卖出呢 这个主要是为了分散风险啊 我们分批卖出的这个风险更低啊 我们不要一口气把手里的东西都卖了 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把手中持有的基金总份额分成十份啊 每次卖出一份分十次卖掉 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分散掉风险啊 你可能其中有一次两次是卖的比较亏 但是你总共这个十份在一起呢 你总会碰到几个卖的比较合适的时候 那在这个定投的过程中呢 有的朋友就有疑问 就说这个盈利收益率会不会变化很频繁呢 比如说我这个月发现盈利收益率是大于10%的定投了 下个月盈利收益率就小于6.4%了又要卖出 这样操作会不会很频繁很麻烦呢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盈利收益率在短时间内的变化不大 不会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 所以我们只需要配合定投啊 在每个月定投的时候呢 查看一下盈利收益率 再根据盈利收益率当时所取所处的这个范围 选择相对应的操作啊 也就是继续定投 监定持有或者分批卖出 这样就可以了 那格雷厄姆的这个策略呢 创立于大概是几十年以前啊 是针对当时美国的这个股市所设计的 那在此之后呢 这个策略可以说是经久不衰 在全球各个国家的股市上基本都是成立的 哪怕是比较年轻的中国股市也是适用的 可以说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一个投资策略之一了 那在过去的几十年呢 美国股市应用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取得了平均15%的年复合收益率 那么在中国这个盈利收益率的这个收益又如何呢 我们用上证50和红利这两个指数来做个示范 使用2004到2015年这两个指数的历史数据进行回测 看一下使用盈利收益率策略来投资 投资者能获取的收益率是多少 那具体做法呢就是配合盈利收益率进行这个指数基金的定投 当这个盈利收益率大于10%的时候 每个月一号买入等额资金 这样定投下来呢 上证50指数基金的月均收益率是2.16% 年复合收益率是29.27% 红利指数基金的月均收益率是2.2% 年复合收益率是29.9% 对比一下这种无脑定投的收益率呢 就是无脑定投就是指无论什么情况下 固定在每个月一号定投等额资金 不管盈利收益率的高低 就是机械性的到日子就投那么多钱进去 那这个无脑定投上证50指数的话呢 它的月均收益率在0.95% 年复合收益率呢 只有12.3% 那红利指数基金的月均收益率呢 在1.03% 年复合收益率是13.07% 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差别 超出差不多两倍 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以下两点 首先第一 即使不使用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呢 我们用无脑定投的方法呢 也可以在这个指数基金上取得12%以上的这个年复合收益率啊 已经是很不错了 那配合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呢 年复合收益率提升了惊人的这个两倍以上啊 如果我们用了这个格雷厄姆的盈利收益率的策略的话呢 我们的收益率呢 远远超过了无脑定投 这个就是这种大师投资策略的威力啊 不过这么高的收益率呢 主要得益于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啊 那未来呢 中国经济的增速呢 可能会放缓啊 收益率可能就没有过去20年那么高了 但是大概率呢 会是在15%到20这个区间啊 所以说从历史来看呢 上证50指数基金和弘利指数基金的盈利收益率 在16%和3%之间来回波动 我们只需要等待盈利收益率达到10%以上的时候 再出手开始定投就好了 那么香港是与内地市场紧密相连的一个市场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盈利收益率法在港股的收益率 那港股可以说完美的体现了这个格雷厄姆策略的有效性 港股的两个指数都是投资大公司的指数啊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说过的这个恒生指数和H股指数 他们都是应用了这个格雷厄姆的策略 而且都非常有效啊 比如说恒生指数呢 从诞生以来 它的这个盈利收益率在2.5%到20%之间来回波动 在这期间呢 总共出现过这个五次盈利收益率大于10%的情况啊 那我们统计一下 从第一次出现盈利收益率啊 大于10%的情况开始定投啊 到这个盈利收益率较低的时候卖出 恒生指数的表现如下啊 第一次呢 就是1974年到75年啊 这个年复合收益率达到了200%以上 第二次呢 是1982年到86年年复合收益率是17.6% 第三次呢 是1989年到1993年啊 收益率达到31% 第四次呢 是1998年到99年 这个年复合收益率达到了50% 第五次呢 是08到09啊 年复合收益率是39% 那么在这几次的这个定投期间呢 用这个盈利收益率法呢 都能获取平均20%以上的这个年复合收益率啊 对比一下这个策略在它的诞生地啊 美国股市中的收益率呢 只有15%左右啊 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美股的收益呢 其实并不如港股的收益 也很高啊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由于美国呢 它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它的经济增速已经比较慢了 它的基数很大 但是呢 它的这个增长速度就比较慢啊 所以它对应的股市呢 平均的盈利增速也会慢一些 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呢 中国香港的经济增速是高于美国的啊 所以对应的这个港股指数基金投投资的收益呢 也比美国要好啊 那H股指数基金的收益率基本上也是如此 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呢 指数基金并不总是适合定投的啊 那有朋友就会担心说这个指数基金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里 啊 盈利收益率都符合这个投资的条件啊 那如果指数基金的盈利收益率长时间都不符合条件怎么办呢 啊 其实不要紧 对于港股指数基金来说呢 通过对历史的分析呢 基本上每隔四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机会啊 再加上国内国外众多的指数基金不同的这个指数基金的成长性是不同的啊 有的处在低估区域有的处在正常区域 有的则处在高估区域 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买不到 所有纸基呢都不低估 这种情况也是很罕见的 那这个盈利收益率法提出的时间很早啊 但是却非常的经久耐用 后来也出现了很多基于这个盈利收益率法的其他应用啊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美联储啊 Fed Federal Reserve的这个Fed FED模型 那美联储呢是美国的这个联邦储蓄系统啊 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 美联储呢有一个对这个股票市场的估值模型 叫做Fed模型啊 Fed 它是用美股的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除以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啊 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呢 美联储就发布过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分析报告啊 指出这个Fed模型的对美股收益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那么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除以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啊 这个数值越高就代表股市相对于债券市场的投资价值越高 未来股市的这个投资收益也会越高 这个数值越低呢 就代表股市相对债券市场的投资价值越低啊 未来股市的投资收益也会越低啊 这个是盈利收益率除以十年期国债利率 那这个估值模型的原理呢 跟格雷厄姆所讲的呢 如出一辙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策略呢 诞生的很早啊 是格雷厄姆在六七十年代提出的 甚至比这个港股和A股的历史都长啊 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呢 无论是在这个诞生地在美国 还是在这个港股和A股上呢 盈利收益率这个方法呢 仍然非常适用啊 也非常有效啊 这就是大师策略的这个威力啊 那这个盈利收益率法呢 也是有它的这个局限性的啊 它的使用条件呢 一般比较苛刻啊 只适合于这个流通性比较好 盈利比较稳定的品种 如果是盈利增长速度比较快 或者是盈利波动比较大的这种指数基金呢 则不适合啊 不太适合使用这个盈利收益率法 那目前适合这个盈利收益率的品种呢 国内主要是上证红利 中证红利 上证50 基本面50 上证50AHU选 央视50 恒生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等等 那这几个品种的投资很简单啊 当这个盈利收益率大于10%的时候呢 就可以投资 小于6.4%的时候呢 就可以卖出啊 那其中恒生指数和H股指数比较特殊啊 内地的投资者呢 投资港股呢 需要走这个港股通等等渠道 并且需要缴纳比较高的这个分红税啊 那另外呢 使用人民币投资港股呢 需要先将人民币换成港币啊 再使用这个港币来投资 由这个基金公司完成换币啊 无需自己操作啊 这也产生了一些额外的费用啊 这些都会影响这个恒生和H股指数基金的投资收益啊 所以我们在内地的朋友在投资这个恒生指数和H股指数基金的时候呢 要将他们的盈利收益率打9折之后再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呢 本身就是在中国香港本地投资港股基金的这个港股市场的这种指数基金呢 他就不需要交额外的分红税了啊 也不需要做此换算啊 直接使用原始的盈利收益率数据即可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盈利收益率呢 非常方便好用啊 不过在投资这个指数基金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仅仅只有盈利收益率这一种方法 而且由于这个盈利收益率自身的局限性呢 只有有限的一些品种啊 适合使用盈利收益率进行投资啊 除了这些盈利收益率收益率法 适合这个盈利收益率法的这个基金品种呢 另外还有很多可以供选择的指数基金 那他们又该怎么样去估值呢 那么我们来学习下另一位大师的这个估值策略 就是捷克伯格使用的伯格公式法 那这个伯格公式的这个伯格呢 说的就是捷克伯格哈 他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基金的发明者啊 被称为这个指数基金之父啊 我们今天有指数基金这么好的品种可以共投资呢 真的是要感谢捷克伯格 那伯格同时呢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啊 他是世界第二大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先锋集团 就是Vanguard的创始人 他手里掌管着上万亿美元资金的运作啊 这个伯格呢还被这个财富杂志评为二十世纪四大投资巨人 和巴菲特格雷厄姆和皮特林奇并列 那伯格公式呢分析了这个影响指数基金收益的几个因素啊 那么依靠伯格公式呢 我们可以投资盈利高速增长的品种 或者是呈现这种盈利周期性变化的品种 那么这几个指影响指数基金的收益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啊我们来谈一下影响指数基金收益的三大因素 那伯格在长期的投资过程中呢 对这个决定股市长期回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他发现呢决定股市长期回报最关键的三大因素分别是 初始投资时刻的股息率 投资期内的市盈率变化 以及投资期内的盈利增长率 那这三个因素分别代表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三个因素呢 那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啊 每一个指数呢都有一个点数啊 例如我们在搜索上证宗旨会看到目前是三千多点 指数的点数呢可以看成是指数背后所有股票价格的平均值 也就是平均股价 那指数的市盈率呢其实就是指数背后公司的平均股价除以公司的平均盈利啊 用公式表达出来呢就是PE那P除以E price over earnings 那么其中P呢代表平均股价 E呢则代表这个平均盈利 那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可以得出呢P等于E乘以PE啊 也就是说这个指数的平均股价呢等于指数的市盈率乘以公司的平均盈利 那么我们投资指数基金呢自然希望这个股价上涨啊 而这个股价的变化呢根据上面的等式呢则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投资期内指数的市盈率的变化 另一个则是投资期内公司平均盈利的变化 那么除了这个股价的变化呢 这个股票投资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就是分红dividend 指数的点数代表指数背后一篮子股票的平均股价 这里面并没有考虑指数成分股的分红啊 但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呢指数基金会是会收到这个成分股的分红的 因此在投资期内呢我们的实际投资收益呢还要加上第三个因素 成分股的分红收益也就是股息率 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有三个因素直接影响了我们投资指数基金的收益 第一个呢是初始投资的时候对指数基金的这个股息率 他影响了我们的分红收益 第二个呢是这个投资期内指数基金的适应率变化 那第三个呢是这个投资期内指数基金的盈利增长率 那最后这两项呢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资本利得收益 那这个下面呢我们基于这三个因素呢再讲一讲这个伯格公式啊 那这个伯格公式呢是由这个捷克伯格提出来的这个指数基金的一个收益公式 那指数基金呢这个未来的年复合收益率呢等于这个指数基金的投资初期的股息率 加上指数基金每年的市盈率变化率 再加上指数基金每年的盈利变化率 那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呢就是这里使用的呢是平均到每年的这个收益率和变化率 啊那么在A股呢这个指数基金的收益率公式可行吗 我们用一个实际的案例来分析一下啊呃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只护生三百指数的基金啊 在过去十年间如果考虑上每年的现金分红 这只护生三百指数基金上涨了三倍左右 啊也就是说十年前买入始终持有不卖出 投资者可以获得啊这个年复合收益率相当于是11.7% 那我们用伯格公式来计算一下这个11.7%是如何得来的 那首先分析第一个影响投资的因素呢就是初始投资时候的股息率啊 这个指标比较容易获得啊十年前刚刚开始投资的时候呢 护生三百指数基金的股息率大约是1.86% 那第二个因素则是投资期内呢指数基金平均每年适应率的变化率 过去十年呢护生三百的指数基金的适应率呢 从19.71%下降到13.17%啊平均每年下降约4% 也就是说呢年适应率啊变化约为负的4% 第三个因素呢是指指数基金的平均年盈利变化率啊 过去十年呢护生三百指数基金背后的公司呢 盈利大约增长了383% 平均每年增长14.4% 那么根据博格公式呢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啊 护生三百指数基金的年复合收益率 那投资初期的这个股息率是1.86%啊平均每年市盈率变化是负的4% 平均每年的盈利增长率是14.4% 三者相加得到了12.26%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护生三百指数基金的一个年复合收益率啊 不过要注意呢这个是一个纯理论上的收益 而实际上呢在投资指数基金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缴纳一些费用啊 比如买卖基金的佣金费用分红税啊基金每年的管理费等等啊 这些费用都会影响我们的最终收益 那扣除掉这些费用后呢理论上来说 投资一只护生三百指数基金的年复合收益率在11.7%左右 啊那具体到如何应用博格公式来投资指数基金啊 这个呢并不需要一些特别复杂的计算 我们只需要呢把握住其中几个关键点就好 那么首先来看呢如何将博格公式与实际投资结合起来 那博格公式里面有三个变量啊分别是股息率市盈率和盈利啊 这三个变量也来自影响指数基金投资的三大因素 那我们用博格公式来投资指数基金呢实际上也就是来研究这三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呢是股息率啊这个数据的获取非常容易 因为初始投资的时候的这个股息率呢在我们买入指数基金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一般来说呢指数基金越是低估也就是其价格越低于其内在价值的时候股息率一般就越高啊股息率的数值呢 呃这个我们在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很多的这种金融终端里都能找到 所以说这个呢是很容易获得的那第二个变量呢是市盈率啊买入时候的市盈率呢跟买入时候的股息率一样啊是在买入的时候就确定了啊但是未来市盈率会如何变化 这个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啊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规律来寻找经验啊市盈率的变化有一个规律啊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市盈率会在一个范围内呈现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啊 啊例如这个中国香港交易所的这个恒生指数啊这个呃恒生指数呢这个他的这个市盈率呢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呢在百在六到三十倍啊成这种周期性的波动 而这个上交所的这个上证宗旨呢他的市盈率则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呢在九到五十倍之间呈现这个周期性的波动啊那么市盈率这种呃呈现周期性变化的特征我们该怎么利用呢啊首先要统计一下指数 啊历史市盈率的波动范围其次呢再来看当前的市盈率处于历史市盈率波动范围的哪个位置啊如果当前市盈率处于历史较低位置啊那么这个呃未来市盈率的大概率是上涨的啊也就是说可以在市盈率较低的时候买入这样通过市盈率的变化未来市盈率大概率会上涨就能获得正的收益那么第三个变量呢是盈利啊对指数基金来说呢只要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这个企业的盈利就会长期上涨啊只不过 具体到某一段时间呢盈利上涨的速度并不一样啊如果经济景气盈利的增速会比较快如果经济不景气盈利的增速则会放缓那同样我们也难以预测未来盈利的上涨增速我们只需要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国家经济正常发展长期看盈利都是会上涨的 也就是说呢会带来正的收益那通过上面的分析呢在这三个因素中可以确定的因素有两个也就是当前投资开始时的股息率和当前市盈率处于历史波动范围的位置无法确定的因素有一个即未来什么时候市盈率会从低到高恢复正常以及未来盈利的增速将会如何那未知的事情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我们可以在已知的事情上下功夫啊这个就是应用博客公式来投资的思路了 那么根据这个已知的确定因素呢我们可以做到以下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股息率高的时候买入第二呢就是在市盈率处于历史较低位置的时候买入啊以上这两点往往是同时发生的那第三呢就是在买入之后耐心等待均值回归啊也就是等待市盈率从低到高那做到这三点呢就能大概率的保证我们在指数基金上获得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收益 那这个盈利收益率和这个博客公式呢啊之间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其实仔细想一想呢盈利收益率法和博客公式的原理啊是相通的呃盈利收益率呢是这个市盈率的一个倒数啊当盈利收益率大于10%的时候也就是市盈率小于10%的时候那对绝大多数指数来说呢市盈率小于10%都是处于历史市盈率波动范围的较低区域啊 意味着未来市盈率大概率是上涨的那股息率呢等于分红率乘以盈利收益率那么指数基金的分红率呢往往长期不变所以当这个盈利收益率高的时候往往也是股息率高的时候那综合以上两点分析呢格雷厄姆的盈利收益率法其实就是寻找市盈率上涨带来收益和初始股息率带来收益 这两个收益啊都能让我们满意的指数基金那用盈利收益率法挑选它的指数基金呢市盈率上涨能够为我们带来收益啊那这个初始投资的这个股息率也比较高啊如果国家经济能够长期发展那么未来的盈利也是上涨的这三个因素都能给我们带来正的收益所以用盈利收益率法投资下来最后的收益都会不错换句话说盈利收益率法其实就是不恶公式的快速判断版本 那有的时候呢博欧公式的使用也会遇到障碍啊比如说如果指数基金背后的公司呢它的盈利下滑或者盈利成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就会导致市盈率的分母也就是盈利earninge失去参考价值例如前面提到的强周期性行业啊像证券行业在熊市的时候盈利都会在短时间里面大幅下滑这样市盈率盈利收益率股息率等于这个盈利关系很大的这个指标啊 它都无法进行参考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们可以使用博恶公式的变种啊也就是使用市净率来对指数基金进行分析市净率的公式为PB等于P除以B其中P代表指数背后公司的平均股价e代表这个B代表这个均净资产啊那换算一下可以得出来的P呢等于B乘以PB啊也就是指数的平均股价等于指数的市净率乘以公司的平均股价 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所以投资期内呢股价的变化呢取决于指数的市净率PB的变化和公司的平均净资产B的变化这就是博恶公式的变种啊指数基金未来的年复合收益率等于指数基金每年市净率的变化率加上指数基金每年净资产的变化率那仔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呢使用博恶公式的变种分析指数基金与使用博恶公式的这个来分析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其中最主要是 一个区别就是博恶公式的变种不再分析初始投资时的股息率这是由于分红是公司盈利的一部分如果指数基金背后的公司盈利不稳定那么指数基金是很难进行分红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能考虑股息率的收益了使用博恶公式的变种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公司的盈利虽然不稳定但是要求公司在经营困难的时候啊也不会亏损这样呢公司的净资产价值再会有保障 我们才可以使用市净率来对其进行估值啊换句话说呢如果指数基金背后的公司盈利处于不稳定状态或者盈利呈现周期性变化的特征但即使在公司盈利最差的情况下公司也是赚钱的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博恶公式的变种也就是通过市净率这个估值指标来分析这一类的指数基金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应用市净率对指数基金进行分析的例子啊以周期之王证券行业为例 那这个证券行业的盈利呢与股市行情呢是高度相关的当这个股市行情好的时候呢证券行业整体的盈利会大涨当这个股市行情差的时候呢证券行业的盈利会大幅下降 比如在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股市整体是处于一个低估的阶段啊实际上这个当时证券行业的整体呢也是低估的 但是由于这个证券行业的整体盈利较差导致呢市盈率被拉升到264倍 如果只看当时的市盈率呢会有很多人误以为证券行业当时是高估的 但实际上呢如果从市净率的角度来看呢从2004年到2005年证券行业的市净率是处于低估区域的 如果我们从2004年开始投资证券行业那在随后的牛市中呢就能获得非常高的一个收益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有时候这个盈利稳定的指数基金呢在偶尔的特殊阶段呢盈利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利用市净率作为替代的这个分析工具啊 比如说美国最著名的这个指数啊标普500那这个在大多数时间里呢它的盈利都是稳定的啊 可以用伯格公式以及市盈率来给其进行估值 但是在2008年到2009年呢由于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当时美股的盈利呢突然大幅的下滑 推动标普500的市盈率呢被大破的这个被迫大幅上升到100倍 这时候呢对于标普500指数来说呢市盈率就失效了啊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使用市净率来为标普500辅助估值 那我们观察一下2000年到2017年标普500的这个市盈率的走势呢就会发现实际上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股已经到了估值的底部并不是高估的 这就是用这个市盈率辅助估值的这个意义了 那除了盈利稳定盈利高速增长和盈利呈周期性变化的指数呢还有一种指数 它如果指数背后的公司长期亏损我们该如何分析呢 这样的指数呢其实就该就直接放弃就好了 这是因为长期亏损的公司呢会由于亏损而侵蚀公司的净资产啊 导致公司的净资产会缩水 也就是市净率PB的分母这个B啊Book Value缩水了 这种情况下呢就连市净率也会失效的 分析难度太大啊 比如说非洲南美洲许多经济倒退国家的股市 很多产能过剩长期亏损的行业等等 都是不能用市净率来对其基金分析的 那这些品种的长期收益也比较差 所以干脆呢直接放弃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挑选指数基金的两种估值方法 也就是盈利收益率法和博格公事法的应用 那根据指数背后公司的盈利所处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指数分为四个类别 分别是 一 盈利稳定的指数 二 盈利呈高速增长态势的指数 三 盈利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呈周期性变化 但行业没有长期亏损记录的指数 还有就是四 长期亏损的指数 那盈利稳定的指数呢 可以直接使用博格公事的快速判断版本 也就是盈利收益率法对其进行分析 这种方法容易掌握成功率又比较高又简单有效 是最适合新手投资者的一种方法 那盈利呈高速增长态势的指数呢 可以使用博格公事对其进行判断 如果指数当前的适应率处于 它历史适应率波动范围的较低区域 就可以投资它 那这种应用呢 比上一种方法增加了难度 需要我们具备分析指数的历史数据 判断指数的历史波动范围的这个能力 那盈利处于不稳定状态 或者是盈利呈周期性变化 但行业没有长期亏损记录的指数呢 则可以应用博格公事的变种来分析它 如果指数当前的适境率处于历史 适境率波动范围的较低区域 可以对其进行投资 不过这种应用的难度比前两种就更大了 因为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 也就是盈利 那再加上我们还要有足够的能力 来分析指数的相关历史数据 那最后呢 如果指数背后的公司是长期亏损的 那我们就选择直接放弃 有了前面的三类可以投资的品种 就没有毕利奥去考虑这种长期亏损的品种了 那么投资过股票的朋友们呢 可能都听到过几个词 比如说价值股 成长股 周期股 困境股 其实指数也有这四种盈利的情况 分别对应于价值指数 成长指数 周期指数和困境指数 那对于盈利稳定的价值指数呢 可以采用盈利收益率法来投资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投资的时候波动小 确定性高 持有过程中呢 又能享受到高股息收益 是最适合普通投资者入门的方法 也是普通普通投资者主要采用的一个策略 那对于成长指数和周期指数呢 可以分别使用伯格公式和伯格公式的变种来进行投资 那这两种方法的难度都加大了 需要我们分析指数的历史估值走势 需要分析当前估值所处的位置 不过通过应用这两种投资方法呢 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那么对于困境指数呢 直接放弃就好 因为这类指数投资风险大 收益可能还很不理想 那我们把这个前面介绍的指数基金呢 进行了一个分类 那我们可以这个 方便大家参考一下 快速的判断各个指数基金适合使用的估值分析方法 以及其相对应的高低估值区间 那么这个 例如这个盈利收益率法呢 它适用的指数呢 就包括这个上证五零指数 上证红利指数 中证红利指数 基本面五零指数 央视五零指数 上证五零AHU选指数 恒生指数和H股指数 而伯格公事法的这个适应率呢 适应率版本呢 是适合这个护身300 中证500 创业版 红利机会 必须消费行业 医药行业 可选消费行业 养老产业等指数 那么伯格公事法的这个失禁率版本呢 就适合这个证券行业指数 金融行业指数 非银金融行业指数和地产行业指数 当然我们这的内容虽然是固定的 但是市场是瞬息万变的 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分类呢 也只是到这个2017年5月份为止的一个总结分析 那A股的指数呢 大多数历史呢 只有十几年 还是非常年轻的 所以后面随着市场的发展呢 他们的估值区间 指数的盈利能力 甚至指数的规则都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该划分呢 仅供参考啊 具体估值范围 最新分析和它们处于什么价值呢 可以关注公 这个相关的一些公众号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个 判断指数金投资价值的主要方法 知道了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挑选合适的指数基金进行投资 无论是盈利收益率大于10%的品种 还是使用伯格公式法投资估值处于较低区域的品种 本质上都是应用价值投资的理念 寻找价格低于价值的品种 在这些品种上进行投资呢 就可以较大概率的保证我们获得不错的收益 避免较大的损失 那具体该如何投资指数基金呢 后面呢 后面的视频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最适合 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投资指数基金的方法 定投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